徐印CM360告诉你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排卵 是女性生殖周期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她标志着卵子从卵巢中释放 进入书卵馆等待与精子的结合 然而对于许多希望怀孕的女性来说 准确地把握排卵时机却是一向挑战 因此了解排卵监测的相关知识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向大家介绍排卵监测的基本知识 常用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排卵监测对于女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可以帮助女性准确判断自己的排卵周期 从而安排合适的受孕时间 其次通过排卵监测 女性可以了解自己的卵巢功能和激素水平是否正常 及时发现潜在的不孕不育问题 最后排卵监测还可以为医生提供诊断依据 帮助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一、基础体温法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基础体温法是一种简单一行的排卵监测方法 女性在每天早晨醒来后 在没有任何活动的情况下测量体温并记录下来 在排卵前女性的基础体温通常较低 排卵后由于应激素的分泌增加 基础体温会上升0.3到0.5摄氏度 通过观察基础体温的变化 女性可以初步判断自己的排卵时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基础体温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睡眠、情绪等因此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二、宫颈粘液观察法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宫颈粘液是女性宫颈分泌的一种粘液状物质 在排卵前宫颈粘液会变得稀薄、透明、有弹性 类似氮氢状 排卵后宫颈粘液会逐渐变得粘稠、浑浊 通过观察宫颈粘液的变化 女性可以初步判断自己的排卵时间 但需要注意的是 宫颈粘液观察法需要一定的经验和技巧 且容易受到感染等因素的影响 三、排卵试制法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排卵试制 是一种通过检测尿液中黄体生成素LH水平来判断排卵时间的工具 在排卵前 女性体内的LH水平会显著升高 排卵试制可以捕捉到这一变化并显示为阳性 当排卵试制显示阳性时 通常表示女性将在接下来的24到48小时内排卵 排卵试制法具有操作简便结果准确的特点 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排卵监测方法之一 四、B超监测法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B超监测法 是一种通过超身检查来观察卵巢和卵抛发育情况的方法 在排卵前 卵抛会逐渐增大并成熟 排卵后 卵抛会破裂并释放出卵子 通过B超监测 医生可以准确地观察到卵抛的发育情况和排卵时间 为女性提供更为精确的受孕指导 但需要注意的是 B超监测法需要专业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支持 且费用相对较高 不同的排卵监测方法各有优缺点 女性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方法 例如基础体温法和供给粘液观察法适合那些希望自然受孕的女性 而排卵适指法和B超监测法则更适合那些需要精确判断排卵时间的女性 1.坚持记录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在进行排卵监测时 女性应坚持记录相关数据 如基础体温 供给粘液变化 排卵适指结果等 这些数据有助于女性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排卵周期和卵巢功能 2.避免干扰因素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排卵监测的结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 如感冒、发烧、情绪波动等 因此在进行排卵监测时 女性应尽量避免这些干扰因素 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3.寻求专业指导 哈萨克斯坦试管婴儿如果女性在进行排卵监测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惑 应及时寻求专业医生的指导 医生可以根据女性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监测方案 并提供针对性的建议和治疗 席印线360建议 排卵监测是女性了解自己生殖周期和卵巢功能的重要途径 通过选择合适的监测方法兼职记录相关数据 避免干扰因素以及寻求专业指导等方式 女性可以更加准确地判断自己的排卵时间 为怀应做好充分准备 同时排卵监测也有助于女性及时发现潜在的不孕不育问题 为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因此对于希望怀应的女性来说 了解并掌握排卵监测的相关知识显得尤为重要